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对对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然后我也能够有充 怎么讲 如果有这个荣幸跟那些好的老师一起合作的话 那我当然非常开心了 原来节目 其实我最想做的一个参加的一个节目是唱金剧 对对对 因为金剧是咱们国家国粹 所以希望跟金剧老师一起讨价一份 过年时你的家乡有哪些特殊的习俗吗 也就是在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坐在一起 打开电视机 播着春晚 吃着饭 吃着团圆饭 在自己的家乡大家一般都如何准备年夜饭呢 我一般负责擦桌子 洗碗什么的 春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对我意味着春节 意味着大年三十 意味着一个节日的开始 你饰演的朱祁震从少年义气风发到落魄 这段转变你是如何拿捏的 其实就每一次都会觉得 每一个角色都不是那么的好演 会在前进做一些功课 然后跟团队一起去了解这个人物的背景历史 和所有的资料 然后再到现场会跟所有的对手演员前辈们 会给我很多帮助跟教育跟教导 他有导演对我的这个 告诉我再把我所理解的这个角色 让他再来一次升华的话 在导演眼中 他希望呈现朱祁震这个人的时候 就会更加的明确 最后其实就目标 缩小的缩小的范围就很小 然后就是自己去把这个东西融会贯通一下 在尽量de jahe 同性的美食 它是什么 是生存败的 还是没有一个人的感觉 我们知道